欢迎来英语图做客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 兔老爹 这次我们来讲讲英语DJ音标中的 Air这个音 它是这么发音的 这是一个DJ音标中的双元音 写作这个符号 也就是 A和A连在一起 在剧中输写音标时 一般放在一头一尾的斜杠里 像这样 以免和字母混淆 我们说它是双元音 英文是Diphthom 是因为它实际上是由两个元音组成 它其实就是从起始的A 快速滑向A 发音一定要连贯 下面我们来练习下A 在几个单词中的发音 Hair Pair Chair 再来一遍 因为这个双元音包含A和A 所以常见的错误其实就是A和A 这两个音的常见错误 不要把其中的A读成咱们中文普通话的I 也不要把其中的A读成R 否则这个双元音也就错误地发成了 Aer或者Aer 甚至是Aer或者Aer 以下是错误读音 请避免 Hair Pair Chair Fire Kair Dire 尤其是在读音音时 请注意 单词拼写即使出现字母A 单词内部也不会像美音那样A化 也就是Aer Colorization 这个Aer在老版的DJ音标中写作这个符号 新版把其中的这个符号改写成了这样 DJ音标的IPA63最早使用的是国际音标里的A 但是相对应的单元音却使用了这个符号 这个A倒是一直在KK音标中被使用 对应新版DJ音标也就是IPA88中的A 这个Aer在KK音标中对应的音标为这个符号 读作Aer 这是因为在美式英语中 读音在音音中包含Aer的词 基本上都包含R字母 在美音中R化 所以在对应的美式英语里 这个音都是与DJ音标的A对应的A 后加卷舌的R 请听以下单词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的发音区别 音音 Hair Pair Chair Fair Care Dare 美音 Hair Pair Chair Fair Care Dare 好的 Aer这个音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觉得这个音难发吗 是否还有疑问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兔老爹 而如果你觉得英语兔有用的话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点赞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